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將發表講話 這也被視為是美聯儲政策的風向標 備受關注 那面對通脹的高燒不退 美聯儲在接下來的政策 是否會出現改變呢 市場拭目以待 也開啟了靜候模式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都會為您詳細的解讀和分析 首先還是來關注 在今天亞洲主要股市的收盤情況 內地滬升兩市 在今年早盤是震盪上行的 在午後我們可以看到 出現了一個反覆下挫的情形 所以滬止中場時收報在了3236點 下跌的幅度達到了0.31% 那累計全州來看 下跌達到了0.7% 深城指的跌幅則是0.37% 而創業版指數更是下跌超過了1% 兩市的成交 是維持在不到1萬億元的水平當中 北向資金的淨買入 放量來到了50億元 再來看 香港股市 在今天是延續了一個漲勢 我們可以看到橫指 是終於站穩在了2萬點的上方 主板成交呢 超過了1000億港幣 累計全州來看 也是大漲超過了2%的 台灣股市在今天同樣也是一個 高開高走的行星 我們可以看到像台積電 還有航空股出現零漲 所以帶動了整個加權指數 收復了5日的均線 中場是收漲了78點 成交額也重新回到了2000億新台幣之上 那麼受到外圍市場反彈的 這樣一個帶動 亞太區的其他股市在今天 也是出現了一個普遍的收漲情況 日本股市高開之後 是持續維持著一個向好的走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場 收升達到了0.57% 韓國首外股市同樣也出現了上漲 上漲的幅度是0.15% 不過累計全州來看 仍然出現下跌0.51%的程度 目前正在交易的倫敦股市 仍然是在平盤線的附近 在進行著波動的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內地的免稅隊員巨頭 中國中敏26號 在香港交易所舉行了上市儀式 中國中敏董事長彭輝表示 新冠疫情對於旗下口岸店的影響 僅屬於短暫 那集團長期向好的趨勢不變 3 2 1 出現 內地免稅店巨頭 中國中敏26號在香港交易所 舉行上市儀式 作為年內最大規模的港股IPO 中國中敏的上市儀式 由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 包括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以及香港交易所集團 行政總裁歐冠生等 歐冠生恭喜並歡迎 中國中敏在香港上市 他在致辭時表示 中國中敏是今年以來 集資規模最大的新股 選擇來香港上市 反映香港的韌性與活力 中國中敏董事長彭輝表示 集團成立近40年 是全球最大情 且成長速度最快的旅遊零售 運營商之一 他在會見傳媒時指出 新冠疫情對運營數短暫影響 集團長期向好趨勢不變 這兩年的疫情的話呢 的確是對我們的就是 在機場店 像這種口岸店的經營 產生了一些影響 但是你們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過去的2020年到2021年 然後我們公司呢 克服疫情的困難 然後我們按銷售額計算來講的話呢 就達到了全球第一 應該說就是面對這個疫情的話呢 我們還是採取了很多的措施 想了很多的辦法 然後在疫情期間 我們的業績是穩健高速的增長的 現在那個海南的疫情呢 對我們的經營呢 是一個短期的影響 對我們公司來講 長期向好的這種趨勢不會變 對我們經營來講 我們相信國家的防疫政策 我們也可以看到 海南的防疫情況再越來越好 彭輝表示 由於海南業務增長非常快 集團將計劃在海南海口 建立國際免稅城 也可能將業務拖展至海外地區 尤其是中國人喜愛的旅遊熱點 中國中免已於25號掛牌上市 受風暴天氣影響 上市儀式推遲到26號舉行 鳳鴻衛視王叔 香港報導 那至於在亞太宣的其他媒體 還在關注哪些財經熱點 我們一塊兒來瞭解一下 韓國伯通產廳數據顯示 首爾公寓購買情緒 跌至2019年7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公寓銷售與需求指數 本週降至82.9 是連續16週出現下跌 與此同時 8月最新公寓交易僅有218筆 分析認為 首爾公寓交易量 正處於歷史最低水平 而購買趨勢的減弱 或將創下市商最低交易量 防疫限制的放寬 推動了新加坡零售業的進一步復族 新加坡最大的零售商之一 本吉民控股公司公布的數據顯示 截至6月底 今年集團淨利潤為300萬新加坡元 扭轉了去年同期 1000萬新加坡元的虧損狀況 集團總裁表示 未來計劃拓展商業規模 並會考慮通脹高企 和地緣政治的影響 希望能維持目前的增長趨勢 泰國旅遊局週四公佈 截至8月初 今年到訪泰國的國際遊客 已經突破400萬人次 下半年隨著旅遊業的進一步復蘇 預計全年的國際遊客 將至少達到962萬人次 甚至超過1000萬人次 與此同時也將帶來 約1.2萬億泰銖的旅遊營收 分析認為 泰國旅遊業 有望在2024年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今天我們重點來關注 全球央行會議即將召開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表態 也受到多方的關注 美國經濟是否會出現硬著路呢 那美股是否還能走出 短期的尷尬局面 在下一節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總經理劉剛 一起來詳細解讀 稍後見 歡迎回來 這裡是正能為您直播的 亞洲財經透視 全球央行年會在美東時間 週四的晚間正式開幕 市場開始聚焦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即將發表的重磅講話 試圖捕捉其中有關加息路徑的訊息 美聯儲表態在即 市場秉息一帶 開啟了靜候模式 先來了解一下 由美國堪薩斯城聯儲主辦 備受瞩目的 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 美東時間週四晚間正式開幕 在迎來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 重磅講話之前 多位美聯儲高官紛紛出面放映 今年一息時 有表決權的堪薩斯城聯儲 銀行行長喬治表示 在沒有證據表明 通脹開始下降之前 美聯儲將繼續加息 並指出 儘管高利率會導致高失業率 以及抑制家庭與企業支出 但美聯儲不會就此退縮 以及聯邦基金利率 最終可能需要保持 超過4%一段時間 才能達到預期效果 相比較而言 在明年一息時 即將擁有表決權的 費城聯儲銀行行長哈克 則稍顯溫和 他預測今年美聯儲加息 將會使利率達到3.4% 並表示 需要看到更多通脹數據 才能判斷9月的加息幅度 與此同時 美國多項經濟數據洗油參半 上週公佈的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低於預期 連續兩週下降 但美國商務部公佈的 美國第二季實質GDP 年化季環比中值為-0.6% 較上次預估上調0.3個百分點 同比則增長8.4% 上調0.6個百分點 顯示美國仍處於 技術性衰退之中 鮑威爾講話在即 市場開啟靜候模式 媒匯指數周四盤中 一度跌破108 繼續跌離週二所創下 7月14號以來的高位 之後跌幅有所收窄 崇尚108.6 抹平日內多數跌幅 十年期美債收益率 在美國第二季GDP上修之後 曾一度升破3.12% 但隨後回落 脫離週三所創下 8週以來的高位 美股三大指數周四集體高開 五盤漲幅有所收窄 尾盤拉升刷新日高 並連漲兩天 其中道瓊斯工業指數 先跌後漲 受爆33291點 納斯達克指數零漲1.67% 標普500指數 11個主要行業分類全部上揚 受漲1.4% 港股週五跟隨隔夜美股反彈 恒生指數高開170點 重返2萬點大關 科技股交投活躍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中京公司研究部董事總經理 劉剛先稍後 我們過來探討 劉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劉先生我們可以看到 全球央行的會議召開 那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他也會發表一個講話 視為了是政策的一個風向標 那美聯儲的政策 您覺得會出現轉向嗎 還有就是美聯儲的決策 主要會基於哪些因素的考量呢 我覺得基本上 美聯儲這一次的傳遞的信號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主要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呢 現在通脹沒有看到 比較明確確切地 大幅回落的這麼一個跡象 第二個呢就是美聯儲本身 現有的加息的任務 還沒有完成 其實現在我們把美聯儲的政策 把它描述成形容成叫做 下有底上有頂的這麼一個狀態 那麼下有底呢就是意味著 它沒有完成加息100個基點 完成任務之前 無非就是對於接下來幾次加息 在哪一次分配多少的一個問題 因為通脹還沒有明確大幅的回落 所以之前市場預期 2023年5月份一度 就有可能降息的預期啊 我感覺市場有點提前博弈 或者說有點透支了 但是另外一塊呢 美聯儲的政策呢 也有點上有頂 因為除非出現意外的通脹 路徑再度超預期的這種情形 其實再度或者說過於激進的加息 也會給增長造成壓力 我們現在基本傾向於呢 美聯儲在完成它所謂的加息任務 和避免衰退之間 處在一個四季度擦肩而過的 這麼一個情形 短期的主要考量還是通脹 但是逐步往後推延以後 尤其是四季度以後 增長的考量也會逐步地 開始增多起來 嗯 那就我們看 最近出爐的這個多項的 美國經濟數據表現都不太 但是就業依然是比較強勁的 如何客觀來看 美國當前這種經濟狀況呢 您覺得硬捉路的可能性會有多大 那不如衰退是不是真的就在所難免呢 嗯 的確是 美國最近的數據好壞參半 但這裡面本身就有一個實質 在不同環節相對有時間差的 這麼一個影響 我覺得整體的結論呢 就是美國增長放緩 已經是大家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 最終走向衰退呢 可能也是有相當大的概率 但是這裡面要強調兩點 第一 它不是現在就馬上進入一個衰退 第二點呢 可能在程度上 基準情形下不是一個深度衰退 那既然不是現在 就導致給美聯儲至少有一定的 騰挪空間來騰住手來 解決短期的通脹的問題 第二點呢 不是一個深度的衰退 可能就像您說的 大家擔心的所謂的硬捉路的風險 是不是那麼大 是值得商榷的 因為從字面上理解的 所謂的衰退兩個字 我覺得對於市場來講 從預期的角度 可能意義已經不大了 因為市場之前已經知道了 GDP的環比負增長 已經交易過衰退這樣一個預期 其實市場在談到衰退的時候 往往更為擔心的是一個比較大幅 比較深度 比較明顯影響大的一個經濟的放緩 那從目前不管是企業端 還是居民在美國資產負債表 健康的一個情況 可能都沒有到那麼大的一個深度的程度 那劉學生 我們再來說說美股 其實現在來看市場觀望 美聯儲動向比較重這樣一個情緒 再加上這個美國現在的這個數據 確實是不太好 最近美股這個走勢 我們總看來是漲漲跌跌 跌跌漲漲這種情況 的確是 我把它美股最近的表現 把它形容成一個比較 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 處在一個前後觀望 或者說盤整的這麼一個狀態 那為什麼會處在這樣一個狀態 其實我們回顧來看 7月份以來美股的表現 是抄大家預期的 但抄預期的主要的原因的推動 來自於市場對於未來美聯儲 可能轉向寬鬆預期的一個紀錄 我們剛才也談到這一點 其實這個預期略微有點提前博弈 略微有點透支了 那麼在這樣一個位置下 其實美股美債在8月份以來 都走到了一個並不便宜的水平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或者說所謂的尷尬的水平 跑得有點過快 可能停下來要等一等 預期兌現的一個狀況 我們自己預計整體上 大方向目前來看 還是可以的 就是基於衰退 不是一個深度的衰退 通脹有可能在四季度回落 美聯儲有可能完成任務的情況下 我們在目前的位置 也不是說徹底的轉向 明顯的大幅的悲觀 但是要等一等美聯儲政策 必須是明顯的 有一個大幅轉向的跡象 才可以看得到 那劉先生我們再來說港股 最近港股的表現都比較乏力 也儘管昨天港股大漲3.6% 但是我們注意看到 終於是在今天 才算是突破了這個2萬點的關口 站上了2萬點 這種弱勢震盪的局面 您覺得還會持續多久呢 的確是 港股最近一段時間 走的都相對比較弱 那它背後承受了 不管是增長的壓力 還是外部的一些不確定性 包括政策的一些挑戰 我們基本預計在三季度 可能整體上還會維持 這麼一個弱勢的盤整的態勢 主要的原因 來自於我們目前看到的 港股壓制的情緒 包括增長的一些挑戰 可能難以馬上的出現 比較大幅的一個逆轉 但是處在這個位置 不管是南下資金持續的流入 還是估值處在低位 可能相對的吸引力 也在逐步顯現 或者換言之 再度突破前期在3月中旬的 那樣一個比較極端的低點 概率也是相對比較小的 其實我們回過頭來看 今年的港股市場 略微有點像半個2019年 2019年我們都知道 在4月份之後 市場是一個結構性的行情 也就是現在的狀況 但為什麼像半個呢 因為當時美聯儲已經寬鬆了 但現在美聯儲依然在收緊 所以時不時的會有些擾動 如果到了四季度 美聯儲可以確定的政策退波 再加上增長有一些積極的跡象 那可能會迎來一些估值的修復 類似於2019年1到3月份 那在現在這種情況下看 全球的這個壓力比較大 外圍市場波動也比較大 那港股凝聚的在接下來 哪些板塊 可能還存在著佈局的機會呢 我覺得在目前全球整體 我們把它叫做便宜前在減少 以及全球整體增長回報率在下降的狀態 市場會尋找或者說那些增長還不錯 資產負債表穩健的資產會相對受到追捧 因為優質成長性的資產在抵禦 不管是增長下行還是整體風險偏好 下降的狀況下都是相對稀缺的 再加上整體國內的增長也是處在一個 相對趨弱或者說弱復速的格局 所以這裡面呢我們覺得呢 從一個相對成長性或者優質成長的角度 去尋找配置的這個價值 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那哪些可以找到相對優質成長性的價值呢 從一個啞鈴型的角度去來尋找 一頭呢我們去看那些相對的持續高景氣的 比如說一部分的汽車或者信息科技 另外一塊呢我們可以去尋找之前承受 不管是上游價格還是其他的一些因素 壓力比較大 但是有可能出現確定性的困境反轉的 像一部分的消費 一部分的甚至的科網股 互聯網 還有一部分的公用事業和醫藥股 都可以關注 當然在這個基礎上呢 提供穩健的派息的高分紅的股票呢 可以提供下行或者說波動的保護 這個呢是我們覺得相對比較穩妥 或者說在目前情況下 可能會有一些這個參考意義的 這樣一個配置的方向 好 今天特別感謝劉剛先生來到節目當中 給我們做出的解讀和分析 那麼在下一節 我們將特別和財經評論員 周恩輝先生在一塊兒來探討 有關全球人員危機的相關話題 稍後見 謝謝你 謝謝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强调说 好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 似乎现在欧洲这些国家 越来越开始关注出现能源危机的这样一个情况 现在来看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 情况真的比较糟糕了 对 因为冬天马上就来 而且前段时间特别冷 特别热 现在就可能会出现特别冷的这个情况 那么从欧洲特别是往北边一点 维度比较靠北的地方 它冷起来会非常冷 而且非常快 一场秋雨 一场寒嘛 这个时候欧洲这些在意识形态上面 在政治上还是想办法要去制裁俄罗斯 要去切断它的油 气 煤 所以就出现了像 它本来就有这个习惯 有的地方它家庭的取暖 它是用煤或者用木材的 现在这个煤价格就要跨境去找 而且价格很高 还有这个木材都剪光了 下一面步怎么办 马克龙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 他昨天给了国民一个警告之后 就展开了外交的实际行动 到了阿尔及利亚 其实我们知道他去年对阿尔及利亚 发表了一番言论 造成了两国关系的低潮 阿尔及利亚方面还把自己 驻法国大使给造回来 表示抗议 因为马克龙说 阿尔及利亚这帮人独立之后 就改变了他们对以前的历史的阐述 说法国殖民者怎么残害当地的人民等等 他对这个事情表示不满 但现在他就是带来了好几位部长 一百个人的代表团到了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你来我就访问 我也很高兴 因为你给我送钱来了 就是看中了阿尔及利亚非常关键的天然气 因为阿尔及利亚本身它还有管道 是往意大利和欧洲大陆这边输进来的 它是不是能够分给法国一些 分给德国一些 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位置数 但是总来说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意大利也好 他们要开始经营欧洲了 以前是看不上欧洲的 非洲 对 经营非洲 对 对 那其实我们现在很明显地发现 欧洲这些国家现在又开始把焦点 重新放回到非洲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以前都知道 欧洲人的这个办事效率 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 现在这种情况下 再寻求到非洲去找气 您觉得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了呢 对 所以我们就看到像德国总理舒尔茨 他就提出来 是不是要多建一条管道 从非洲拉过葡萄牙 西班牙 法国 还有比利牛斯山到德国去 这样他那边已经用了很多年的 北溪一号 还有刚建好 北溪二号不用 他就说一个摆脱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依赖 从非洲 这叫典型叫原水来解禁壳 当然就是说按照欧洲人 还有非洲人的这个办事效率 现在规划 我想最快要建成的话 也得个五年以后 经过好几轮这个冬天 下面一步怎么办 对他们来说是有难 但是我想对于非洲的政治家 或者说政客们来说 不管有没有 我现在的必须的表演 我得做出这个姿态来 我去给大家早了气了 但是早不来气 所以怎么办 你们只能凉水早的时间要多洗一段时间 然后真的是冬天了 你们洗澡时间要缩短 这个路灯可能到某个时间就没有了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不便 你也不能说我没有做事情嘛 所以现在很多说 摆在很多欧洲人民的这个面前 现实的选择就是 你要么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少吃一顿饭 这个节约能源 要么就是这个节约能源的这个情况 所以现在很多人这个 这就是说能源危机 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但我们反过头来再看看中国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发现中国其实很早已经在欧洲 非洲进行这样的一个布局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时候非洲这个蛋糕 欧洲人要想来抢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恶意地诋毁 中国之前在非洲进行的这样一些 特别是提到了像一带一路这个项目等等 这是不是在接下来我们要重点注意的这个方向了 对 这场的叫话语权之战 在几个月前已经就开始了 当然是美国那边先挑起来的 说这个一带一路项目 给非洲这些国家增加了债务的负担 他们有一个词叫债务陷阱 特别是找出一些案例来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国过去十年在非洲建成的这些工程 是西方这些国家 那么多年加起来也没有建成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像肯尼亚的这个蒙内铁路 它建成好几年了已经用得很好了 像肯尼亚这次总统大选 那个美国也好 英国的报纸都拿这个来说是 比如说他们是要去检讨 以前中国来投的这条铁路 中间有没有财务不透明 然后还有那个机场怎么样 其实人家选完之后 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就有意识去主导这个舆论 因为他拿不出这些东西 来向非洲人民展示 我是真的是经营了非洲 我对你带来了很好的投资项目 因为他们最缺嘛 比如说水电站 电力 基础设施 还有这个通信的系统 像华为就是整个帮非洲一下 提前就完成了 从三级到四级的这么一个飞跃 还有其他的一系列 像机场 还有连接机场和城市的路 像在埃塞格比亚一些城市里面 还有这个轻轨等等 所以拿不出来 那怎么办 就只有先诋毁你 说是给它增加了负担 但现在没办法的 因为看重非洲 它不光是在北边有这个能源 在南边还有像谷这样的金属 所以他们全部都回来 回来的首先要做舆论的宣传 说你们中国来的那些是不行的 我们才是救你们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好好地去辨别一些 他们这些话背后的这些前台词 到底是什么意思 请特别感谢周文辉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截图分析 那以上就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 祝各位周末愉快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开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